就在學校穿堂裡 一群小朋友蹦蹦跳跳 開心玩耍 不過突然有兩名小朋友 玩得太起勁 直接對撞倒地 其中一名小男孩 好不容易爬起後 走著走著 疑似重心不穩 再次跌倒 小朋友全都圍了過來 一旁的老師也凑近關心 隔了一分鐘 老師拿出急救箱 看看一切還好嗎 小朋友還能走 回答老師幾句話後 再次爬起 一起走回辦公室 差不多過了半小時 通知家長到場 媽媽發現小朋友 眼睛竟然腫了起來 拖下口罩後還流鼻血 再過不久 甚至嘴巴開始吐血 小朋友還不斷喊頭暈 媽媽嚇壞了 趕緊送去醫院 只是兩間醫院 見到小朋友狀況 表示小孩還太小 醫院設備不足 無法救援 媽媽心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終於轉到第三間 才順利接受治療 她就是我送她來醫院的時候 的途中 她是一邊 也並且一邊吐血 對 然後現在就導致小朋友 就是臉部半邊臉 就骨折 現在人家還要開導 就在10月28號晚上5點多 桃園歸山區一間國小的課後時間 家長告訴小孩跌倒後 老師沒有在第一時間 做好妥善處置教學護車 也沒有告知小朋友暈倒 才讓整個狀況變得嚴重 我們老師幫孩子處理好傷口之後 然後也詢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判別他的眼睛 都能夠看到東西 然後意識是清楚的 所以就趕快聯絡家長 來接孩子回去 雖然老師透過校方表示 事發當下小朋友眼睛 完全沒有淤青意識也很清楚 才認為沒有叫救護車的必要 校方也強調已經啟動機制 會協助家長跟學生 但事發至今已經住院5天 當時在一旁的老師 一直遲遲不出面說明狀況 不僅讓家長懷疑 是不是在逃避責任 現在媽媽心裡只希望 孩子開刀後 不要有後遺症 TVBS新聞 我們廖宗慶李佳彥 桃園財寶寶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